大家好 歡迎來到達斯米克廚房 今天來分享蔓越莓杏仁塔的做法 這個食譜總共包含了四個主要的步驟 首先第一個步驟製作杏仁奶油霜 將軟化的奶油攪打成乳霜狀 再加入鹽和砂糖繼續攪打 加入牛奶 還有杏仁粉 全部混圓之後 裝入容器內放入冰箱的廠備用 第二個步驟製作塔皮 首先將軟化的無鹽奶油攪打成乳霜狀 再加入鹽和糖繼續攪打 接著倒入全蛋液 加入過篩的麵粉 用按壓的方式混合均勻 不要混合太久以免產生筋性影響口感 再用保鮮膜包好 放到冰箱冷藏至少30分鐘 步驟三 來製作蔓越莓的內餡 先把新鮮或是冷凍的蔓越莓洗乾淨之後 沥乾水分和糖混合 放在瓦斯爐上 用小火直接熬煮 煮到水分變少就可以了 第四個步驟 然後組合再烘烤 先將烤箱預熱 麵團分割成五等份 再滾圓 把小麵團放在塔模當中 上面蓋著保鮮膜 用壓模棒壓出小的圓塔皮 這個食譜總共可以做出五個7公分的塔皮 底部用叉子搓出小洞 再填入蔓越莓的內餡 把杏仁霜用手壓扁鋪在最上面 不要全部鋪滿 露出一點蔓越莓的內餡 烘烤出來的麥相會比較好看 放進已經預熱好的烤箱內 烘烤大約25分鐘 酥脆的外皮 酸甜的滋味 你一定要試試看 謝謝觀賞 歡迎訂閱達斯米克廚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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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